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比较多人说的都是通胀 因为传统上黄金和通胀的关系亦都比较密切 现在我们每个月看到不同地区的通胀数据 都是一些十几年高位、三十年高位 其实你感觉上这个话题 会不会对黄金价格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撑作用 这些因素一定有的 因为美国的通胀 其实问题也挺高的 你刚才也说到是三十年最高的位置 其实这一段时间黄金的上升也反映到 其实不单止美国的 全世界的通胀率也上升 尤其是10年期的平均通胀率 其实现在已经去到16月内的高位 所以我看到其实投资者是利用黄金 去做一个对冲的工具 有时市场突然间发现通胀高 和预期高 就会回想起黄金的资产 但同时你也会回想起 如果通胀高 譬如像我们这张图表 美国十年期的break even rate 到差不多2.5% 其实短点看五年期 其实都超过3% 即是高于联储局的目标利率 目标的CPI2%以上 可能会引发觉得提早加息 又或者会不会加快收水步伐 这件事又会有机会利淡金价 那你怎样看这个正反的因素 当然了 因为黄金是一个很特别的资产 它对抗的因素很大 尤其是利率 美元的走势 利率等等 当然利率上升 短期内会影响的 其实金价 我觉得上半年 已经反映了美国联邦处中 下年可以加息 所以上半年黄金的表现是一样的 尤其是第一季左右 是跌了10%左右 但其实现在投资者 已经开始消化这个消息 就说 OK 它们下年 美国会可能第三季 第四季会加息 但其实因为通胀的压力 都会令到投资者 去慢慢增加 它对黄金的买卖的量 我想通胀不仅是唯一的因素 其实也要比较一下 究竟一个回报上 是否持有这种资产为之吸引 很多人说 其实黄金的关系 和通胀不是这么多年来 超级通胀期 都比较高 反而和实质利率的比较高 其实Rovan在你们的研究里面 是否真的呢 都是的 我们看了这么多数据 美元 利率 通胀 其实最主导金价 其实是美国10年的实际利率 就是real interest rate 其实这50年来 其实最主导 都要看回利率 你看回现在的图 这20年来看对向 都是很negative的 尤其是现在看回 其实10年的国债real interest rate 其实已经去到负1.1左右 其实都是一个历史新低来的 近2010年的低位 一直都持续比较 是的 还持续比较低 因为通胀有压力的 而且它的利率是逐渐逐渐地减低 因为它会支撑市场 所以这个因素 其实令到尤其是上年 黄金的价格是早得好 上年是升了大概25% 今年虽然是有点跌幅 但是这个原因 都是支撑着黄金上升的就势